终于让我逮到了 原来世界冠军追星也秒变迷地迷妹呀 小胖樊振东前两天去看美美演唱会 放飞自我不说 大段英文更是张口就来 平时采访那个腼腆小胖去哪了 可当小胖听到眉眉的歌 就算在射死的场合也能唱两句 这就是追星的快乐吧 说到冠军追星就不得不提马龙蔡依林了 要问马龙对蔡依林有多爱 那就是前脚刚说完 只想默默地保持距离 对蔡依林的喜欢是那种 我也不想就很近 就是像偶像那样 我喜欢人能默默地 有一个遥远的故意 对对对 结果下一秒在节目里合唱 今天你要嫁给我的程度 马龙唱首歌给他 先是哪一首 今天你要嫁给我 听我说 手牵手 我们一起走 创造幸福的生活 昨天一来不及 明天就会可惜 今天嫁给我好吗 还有短刀速滑冠军 武大静和江苏颖 雅人在电影节颁奖典礼上 直接上演了一场运动员 与女明星命运般的相遇 此时会刻的我已经脑补出 十万字小说了 可谁能想到 即便他们是手握无数奖牌的世界冠军 在追星时也免不了被不少人批评 樊震东就因为在赛前看了美美演唱会 被指耽误训练 影响比赛 对此小胖还特地发文澄清 表示自己赛场上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 赛场外只是个普通青年 但是在没有比赛的时候 自己也希望能够 获得充实 有意义 没错 赛场上他们努力拼搏 不曾懈怠 赛场下他们有自己的爱好 分享开心时光又有什么错呢 明明自己是欧美乐坛的天号 但一看到自己的偶像 立马化身了追星小蜜蜜 一起来看看吧 作为欧美乐坛人气最高的 新生代女歌手 美美每次发歌都能引起一波轰动 但已经如此成功了 都遇到自己的偶像贾老板 那也是开心到起飞啊 你怎么告诉我 最后你来到这里 我忘记了你告诉我 你就是你的音乐 crush 哦 Justin Timberlake Justin Timberlake是你的最爱吗 真的吗 Justin Timberlake是你的最爱吗 这是最爱的日子 这是最爱的日子 表示其实自己儿子的偶像是美美 这么说来 原来美美才是人生偶像 那谁能想到 其实阿达尔的偶像是比扬斯 在第五十九届 在第五十九届 回来美班奖典礼上 阿达尔更是对比扬斯深情表白 那第五十九届 那第五十九届 那第六十九届时是受到了玛丽亚凯莉的影响 他决定谈乐坛 不得不说偶像的力量是巨大的 如果没有玛丽亚凯莉 就没有现在的天后比扬斯拉 要说追星最成功的 那还得是比扬斯拉 作为欧美月坛的零零后天才少女 十四岁写歌就是收听破译 但最初比里写歌只是为了引起偶像贾斯汀比伯的注意 但谁知却一出道就火遍全球 不仅得到了贾斯汀比伯的关注 新歌Bad Guy还邀请了偶像一起合作 而下斯汀比伯 更是在多次采访中表达了对比里的欣赏 把偶像变成了粉丝啊 不得不说 这就是这星的最高境界吧 咱就是说 其实明星追星星啊 也和跟普通人一样啊 其中的粉丝也无比应和 高中的时候我经常在作文里引用你的歌词 你作文的分数怎么样呢 后来 我最后比文是拿到了131分 我是2019年浙江省高考第一女 这才是真爱粉啊 不过大家上学时期都抄许松歌词 凭啥就你抄个高考状元 我妈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我相信你们都听过就是 你喜欢刘希俊用什么用 刘希俊能帮你考大学 还是能帮你找工作 能啊 我要证明给你看 所以高考那一年呢 我的文化课超过了艺术类的分数线140分 而且远超一本线 然后我宝言来了北京 然后百度音乐要选一个人去专访他 我给百度写了一封万字长信 然后百度把我选去了 他一抬头看见我说 哎 你把头发剪短了 我当时就 真的 我当时愣了你知道吗 我周围没有人 我说你记得我 然后希俊说 对啊 咱们见过很多次了不是吗 我就点头 然后他说 你高中的时候就给我送我纸玫瑰 对不对 我点头 然后他说 你说过你会成为一个主持人 对不对 我点头 他说你说过你会来北京 对不对 我说对 他说你说过你会专访我 对不对 我说对 然后那一刻我就脑海里面 找遍了所有的词 我只想到了两个字 就是谢谢 我说谢谢希俊 谢谢你让我成为了更好的人 看到了吗 阶级追星 无意义 真爱偶像 就要向他靠近才对 再大胆一点 做他甲方 我看王台队 王台都想 将来我一定要当导演 弄一个比他更好 综艺节目 清理过去 我们做的 但是你都不用 让我给你钱 然后 今年卡尔上戏导演了 你是我的动力 希望你早日能够 保养我成功 但要说真硬核 还得是下面这几位的粉丝 歌听不够 还得偶像写歌 他特别欣赏陈奕迅 因为他也是个音乐人嘛 他就想让他喜欢的艺人 来唱他的歌 我想对他的一个定義 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这个粉丝真做到了 他就是雇佣者的作者 唐田 在他身患癌症的时候 是偶像陈奕迅 带给他坚持下去的勇气 而陈奕迅也真的唱了他写的歌 这一首也是粉丝赠给李雨春的歌 李雨春非常喜欢 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唱 这或许就是偶像与粉丝的双向奔赴了吧 说真的 如今很多人可能都忘了追星真正的意义 真正的爱不是买了多少专辑 而是向着偶像学习靠近 这才是偶像的意义 偶像带来的影响力能有多大 头发花白的老大爷 因为周董弹琴很帅 自己也学起了钢琴 看你弹幕 弹在自己就有这种冲动 最后大爷虽然因某些原因没弹琴 但和偶像合唱了一首末 看完别急着走 小姐姐还有综艺报效和实力唱将等专辑任你挑选 还不快点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